主料,西兰花250克,鸡蛋两个,西红柿一个,补量,油,盐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食材洗净备用,把西红柿切成小块,鸡蛋打到碗里,把西兰花放到锅里用水盛一下,然后捞出放进油,事先准备好的冷水碗里,挤锅热油,把鸡蛋打算放至锅中,鸡蛋煎好后, 把西红柿,西兰花一起放进去翻炒制书即可,完成了,烹煸技巧,要大火爆炒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